说得太对了 女人还有一点 她抠门啊 抠得厉害 张先生站起来说 您说居家过日子 是不是得有个传话呀 每当我的亲戚朋友跟我一借钱 那老婆的脸拉的就那么老长 那简直吓得我也不干净了 你说人家有事 求咱们咱们不借 弄来弄去99日不把朋友都丢光了吗 你说朋友丢光了 咱们自己有事 谁还帮咱们呀 通过这一点来说 女人的眼光短呀 眼光短钱 她怎么能当家呢 她得不当房的 说了也有道理 有个亲朋好友 手短了 说借点钱吧 媳妇把脸搭了下来 那以后朋友就交不了了 你们觉得这是 不行 我反对他们两个人说的话 反对他们两个人说的话 对 她说女人小气 那你说我们正常的家庭 她说亲戚来借钱 好借给他们了 那到时候我们总不能 钱都借给他们了 我们这生活怎么过 你不能都借给他 你看他借多少了 还有 我们这个钱要是都放 要说给他们男人掌权的话 这个钱全都放在他们那了 整天哥们下班回家 哥们一电话拽过来 出去 怎么着喝酒吃饭 到结账的时候都觉得 谁给钱谁就有面子 这钱就算花往外掏 晚上回家了 一问 媳妇一问 钱呢 请人吃饭了 你看看 一问她是请人吃饭了 谁知道她到时候 拿钱出去干嘛去了 这也说不准的事 从根本上杜绝 这些隐患是吧 男人嘛 你先生有过这情况吗 拿着钱给别人吃饭什么的 他不敢有 那你有没有请别的先生吃饭 有 你别理我 告诉你 你这没溜溜点 我问哥老师 我想问您点事好吗 您这得忙活死我 我冒昧地请问 您家谁当家呀 人家问您了 您家里谁当家 我问哥老师 问我 问我敬爱的哥老师 您能回答我吗 你管着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